久居深宫的康熙憋得慌 于是决定去探店散散心 至于去哪 太监黄敬给了个建议 棉月楼 棉月楼 好香艳的名字 不就是寄院吗 据黄敬所说 不但京城富豪都去那儿洗脚按摩 就连外地来京城树职的大员们 也会在那儿流连忘返 因此棉月楼的相隔墙壁上 留下了不少名流提携的诗话 康熙也有疑惑 黄敬啊 你说你一个太监 你对这种事怎么那么感兴趣 给朕更衣陪朕去瞧瞧 这 毕竟逛窑子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康熙本想低调来瞧一瞧 可当轿子抵达棉月楼的门口后 才发现魏东廷早已经先来一步 不仅将整条街都给进了 还把整个棉月楼给包下 康熙恼羞成怒道 你以为朕是什么人 你以为朕是来逛着妓院的吗 朕富有天下 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是朕的 朕只不过是想来看看 棉月楼有多大的本事 令咱们境内外的大臣如此趋之若悟 可魏东廷管不了那么多 她只知道要保护康熙的安危 和维护康熙的声誉 毕竟逛妓院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被发小这么依靠 弄得像自己做了亏心事一样 诶 朕今天还就想逛一回妓院 而且你还得来 为了处置魏东廷的冒事之罪 康熙直接罚魏东廷今晚极致输出 一定要让妹妹们身心满意 交喘连连 魏东廷的独占群芳 也给了康熙独享花魁的机会 这位名震惊成内外的头牌名叫紫云 色意双绝 但卖意不卖身 康熙一见到真人 眼睛抖得一亮 只见紫云身着浅红臂甲 蝴蝶盘口中握着一方姓黄绣卷 但高不高的月白衣领上 舒淡有致地绣着两朵盘之眉 下身一溜水卸长裙如心染糖盒 大着白褶 贫眉性眼笑叶生育 康熙后宫家里也不少 欲解罗莉应有尽有 可是见到紫云之后 她还是忍不住的见色奇异了 带到曲中人环时 康熙将随身的玉佩赠给了紫云 并特别交代黄敬 你听着 另找个妥当的地方将她安置起来 何况朕还想听她唱曲 这 平日里以猛难自居的魏东亭 逛了一次窑子后 被妹妹们侮辱到气不成声 东亭 乐得舒服吗 怎么 不然 魏东亭是个奴才 奴才也是人的 好好好 起来起来 这下你赔个不是 奴才今天大美回生口 安抚好魏东亭后 康熙刚走下一楼就愣住了 一无子的下属 早已经在这等候她按摩多时 康熙有些尴尬的强行狡辩 哈哈哈哈 朕知道 来这种地方不妥 不过 你们知道朕是干什么来的吗 来看看京城的隐私 出乌尼而不染吗 不信 你们问问东亭 是 其实他们也不想给皇上难堪 可他们已经收到密探急报 说三郎相会的杨启龙在京城图谋不轨 所以特来护驾 而在京城的另外一边 三太子杨启龙正在与吴英雄指点江山 杨启龙表示以自己的三郎相会 很难与清廷直接抗争 所以她打算将全部的力量聚集在一点 以雷霆之力只取康熙性命 只要康熙驾崩 她便可以登高呼应 到时候各省都会有追随者极一反清 再加上吴三贵的雄兵北上支援 那么大江南北便可传喜而定 吴英雄虽然深感赞同 可她也有疑问 如何才能让康熙驾崩呢 这疑问 让杨启龙忍不住地骄傲起来 原来为了反清复明 她早就在暗中开始部署 多年间她将相会信徒的孩子们 秘密地送进皇宫成为少年太监 她为少年太监们赡养父母 他们向她立下生死状 只要她的指令一道 他们无不奉行 这些小太监如今都长大成事 有的还当上了各宫的主管 皇敬啊 只是其宫的之一 你以为我只会焚香宋经 骗几个香火小钱啊 除此之外 我在宫外还埋伏了一招断园剑 请等着康熙前来 小魂送命 她就是我的妹妹 紫云 原来杨启龙与紫云是亲生兄妹 她的真实身份也并非诸三太子 其父是乾明汉林院编修 生母是明皇三太子的儒母 夜里杨启龙找到紫云 跪地请求妹妹帮她杀了龙公子 紫云自然不答应 一来龙公子是自己的榜仪大哥 二来自己虽流落风尘 却没有泯面良心 贪财害命的事 她做不出来 哥 你又在做皇帝梦了 我就弄不懂 你为何不愿意好好读书 将来考取个公民 非要冒充什么三太子 搞什么反清复明 咱们兄妹俩过太平日子不好吗 缺银子我给你 卖销挣来的钱 那也是钱呢 哥 你还是改回自己的真名实信 回家种地读书吧 花魁紫云劝说哥哥 让他别再冒充皇太子做皇帝梦 好好回家种地读书去 他打PK来养他们 可养起龙却心比天高 妹妹 哥哥读书读到死 也不过是个秀才 哥种地种一辈子 也不过是个奴才 你哥既有凌云之质 也有乾坤之财 生逢天时 岂能甘为人下呢 紫云闻言 无语至极 你要是真有本事 怎么还让妹妹我去妓院上班 眼见妹妹不知这一套 杨起龙打起了感情牌 他从提父母死因 他们的母亲 虽是明皇三太子的乳娘 可在清兵破宫那天 却惨遭乱军奸污凌辱致死 父亲受崇祯皇上厚恩 而清兵们竟要他为他们起草 招降那盼的诏书 咱爹宁死不从 被多尔滚以无谓乱挡活埋至死 就这样的血海深仇 岂能不报 紫云还是第一次从哥哥口中得知家仇 他有些狐疑地问道 真是这样吗 欠真万确 爹林行前曾留有一命 要我生为汉臣 死为汉鬼 反清复明 我心肠胆 他还说 紫云是个丫头 让他平平安安地过一生 其实在原著小说《康熙皇帝》中 杨起龙的父亲名为杨继宗 原事前明熙宗时 左赴独御使杨年的远方侄儿 以大量的金银财 还保费录了周贵妃的堂弟周权宾 得到一个光木寺资库主事的职位 崇祯十七年 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城 崇祯将公主 皇子和晋氏宫女皇妃全部杀死 杨继宗在死时中侥幸捡到了 一方盘龙金铭玉玺和一张藏宝图 杨继宗死后 这张藏宝图和玉玺就落在了杨起龙手中 成了他假冒朱三太子的平正和资本 但天真的紫云对哥哥的话深信不疑 只觉得自己好生愧对父母 已然忘记他的这位好哥哥 可是大清第一传销头目 如今我的信徒已遍布大江南北 连吴三桂也拜我为君 只要妹妹助我一臂之力 不但可以一血国恨家仇 妹妹你也将万古流芳啊 那咱们也不必害那位龙公子 杨起龙这才从怀中取出康熙的素描 告诉妹妹 这位龙公子就是咱们的仇人 大清的皇帝爱心绝罗玄业 眼下康熙已经被紫云的色意所动 想将紫云安置个妥当地方再次循环 两人独处之际便是下手的最佳时机 可紫云还有些犹豫不决 杨起龙再次跪地求妹妹 看在父母的在天之灵再帮他一次 善良的紫云最终还是答应了哥哥 杨起龙顺势拿出一枚金镯子 街口处有剧毒之物 画浑散 无色无味 入水济容 只需一丁点康熙必死无疑 你只要往他的酒杯里拨一丁点 再劝那个龙公子喝下 就大功告成了 一时为鉴可知星体 一时为静 品历史风流人物 喜欢视频的观众关注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